你以為來大溪又要介紹豆干嗎 那你就遜掉了 兄弟接著 哈囉歡迎來到大溪老茶場 這裡以前又叫做腳板山工廠 是融合了台日英式的綠色建築 在以前台灣茶的黑金時代 這裡的日冬紅茶可是最具盛名代表的喔 這裡是茶場的二樓 復古的檜木交織著尼龍網的尾雕架 讓這裡成為亮點之一 還有這面窗戶也是大家熱愛拍照的景點喔 我今天點的叫做蜜香紅茶 那要記得它沖泡一分半之後 要把它這個濾網把茶葉給拿起來 接著我就把它倒進來 很燙 我來配一下它這個銅花綠豆高好了 哇那它吃起來好像冰淇淋喔 有這個紅豆餡蠻紮實的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特製乾茶蛋 有點醜 很重的茶香耶 很入味 所以它裡面的那個內餡很Q彈 最後 推進來大溪老茶場 這裡呢 是舊擺集隧道 最特別最特別的就是 新舊合併 今年的台車軌道 與復古的隔溫 是網美的壁彩景點喔 這是我的女搭檔 你們有看到嗎 接打一下拍誰 你以為我要講什麼 我本來要說這是我的女搭檔 然後要很尊敬她 對對對 來這邊其實真的要 這邊是巴德洛宇松 它雖然不在大溪 但是它在大溪的邊界上 巴德洛宇松其實是一塊私人土地 雖然開放民眾打卡拍照 但是來遊玩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細小的枝葉 還有注意 因為洛宇松的根 需要探出頭來呼吸 如果你不小心踩到它的話 不但會受傷跌倒 好讓我們的洛宇松受到傷害喔 哇今天最後一站 帶大家來到大溪湖看 有沒有看到我背後這個景觀 有著雙峰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 介紹這間餐廳最有名的 雙峰咖啡 是巧克力耶 然後底下是美式咖啡 它的美式咖啡 有點比較偏苦的那種 然後上面這 兩 這個雙峰 我來試一下看是什麼 鮮奶油 我想把它攪在一起喝喝看 變成拿鐵了 它的這個餐點是蠻特別的 它裡面有一些堅果 還有葡萄乾 但是你們大家有沒有發現 事情其實 它都是兩個兩個 因為都是雙峰雙峰雙峰 我推薦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後面的雙峰 介紹給你們 掰掰